好那么最后呢 我们来学习一下 投资性房地产 它的一个处置 当投资性房地产呢 它被处置 什么叫被处置啊 出售 转让 报废 或者发生投资性房地产的一些回损 我们都认为呢 是投资性房地产被处置了 就是从我们这个企业当中走了呗 小了呗 或者永久的退出 使用 且预计不能从其处置中取得经济利益的时候呢 我们就应该终止确认该项投资性房地产 处置的收入 扣除其账面价值和相关税费之后的金额呢 我们是记录到当期损益当中去的 那么这个投资性房地产呢 它的处置 因为它有不同的这个计量模式 所以它处置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我们也要分成本模式下的一个处置 和供应价值模式下的一个处置 来分别去处理 好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采用成本模式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它的一个处置 当我们处置的时候呢 两个要点 第一个要点 确认收入 第二个要点 截转账面价值 那为什么 这个投资性房地产 它的这个处置 为什么要确认这个收入 其他业务收入 为什么要截转这个其他业务成本呢 你想啊 这个投资性房地产 它是什么 它是一种长期性的一个出租行为吧 它是产生一定的收入的 产生一个业务收入的 那么我们的这个处置 相应的也要产生一个其他业务收入 那成本也是一样 你既然有了一个其他业务收入的话 那么肯定也要截转一个 其他业务成本和它进行配比 所以呢 它和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不一样啊 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它没有一个长期的 这个收租金的一个过程 所以呢 它处置的时候 不会确认这个其他业务收入 和截转其他业务成本 那如果是成本模式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处置的时候 借银行存款是你收到的 价税费 是吧 好 那么带其他业务收入 如果有税的话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肖项税额 同时将这个账面价值 截转出去 那么带投资性房地产 投资性房地产 累计折旧 投资性房地产 简直准备 这里应该很熟悉了吧 就是说我确认收入 并且要截转成本 如果是采用公寓价值模式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它来进行处置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它有什么不同 这里呢 是我们考试 经常要考的一个点了 首先取得收入 这个取得收入呢 和我们刚才讲的 成本模式下 计量的这个 投资性房地产处置的 没有任何的区别 也是要确认一个 其他业务收入的 确认这个收入 那么截转成本这里呢 有一点点区别了 因为它的这个科目 是不一样的 是不是啊 那我截转成本的时候呢 也是要截转 它的账面价值 只不过 投资性房地产 如果是公寓价值模式 来进行计量 我在后续持有的过程当中呢 要反映 公寓价值的一个变斗 所以我会有一个 公寓价值变斗 这样的一个科目 在这里 当然它也有可能是借方 那么做完这两笔分路之后 你有没有做完呢 没有做完 你还有两步非常重要的任务 没有做 什么任务 第一 你要去截转 累计确认的 公寓价值变动 截转 累计确认的 公寓价值变动 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我们在持有的期间 持有期间的 我的这个公寓价值变动 一方面 我的一个科目是 投资性房地产 公寓价值变动 那么对应的一个科目是什么 公寓价值变动损益 是不是啊 那这个持有期间 我所有的这个公寓价值变动损益 可能这个总额呢 是在借方 也有可能是在贷方 那么我在处置了 这项公寓价值模式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以后呢 我需要把体现这个 公寓价值变动损益的 都截转到 这个其他业务成本当中去 去充减这个其他业务成本 充减其他业务成本 当然它也有可能是一个 相反的一个分路啊 为什么要做这一步呢 你想啊 我现在要确认 它一个处置的收益 是不是啊 收入那么没问题 是我收到的钱 我现在要减去我的一个成本 那如果是公寓价值模式 来经营计量了 那么我是不是多了一块 投资性房地产 供应价值模式的 供应价值的一个变动 那么我的成本会差一块 那如果通过这种方式啊 去充一下我的这个成本的话 那就相当于 我的这个成本里边 把供应价值变动这一块 给扣掉了 扣掉了 那么就还原成 我原来真实的取得成本呗 就和这个 刚才我们讲的成本模式下 这个成本是一致了呗 把供应价值变动这一块 体现的这个收益 给它减掉呀 那么还有一块 就是我要截转 转换房地产产生的 一个其他综合收益 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是怎么产生的 我们刚才讲到 非投资性房地产 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 它如果是一个带方差 也就是说我的供应价值 是要大于我的账面价值了 那么形成了一个带方的差 是不是啊 那么带方差体现在 其他综合收益里面 如果我要把这个 供应模式计量的 这个投资性房地产 给处置了 那么我要一并的 把我原来在带方确认的 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也一并截转掉 除了我们刚才截转 这个供应价值变动损益以外呢 其他综合收益 也一并把它截转掉 那么去怎么样 抽我的其他业务成本 那么通过这两步 你就可以让我的 这个投资性房地产 这个其他业务成本呢 反映我真实 当时取得的一个成本 那么这才是我真实的一个收益 真实的一个收益 那大家注意 这一步 第三步 借供应价值变斗 损益 带其他业务成本 这两个 是不是都是损益类的科目 那么他一借一贷 一增一减的话 他整个做下来 他是不影响利润 这个分路是不影响利润的 第四步 他是要影响 影响这个利润的 这个使利润增加 使利润增加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贷 贷方 他是不是要充减成本 然后借方 他是不是 所有者权益类的科目 不影响损益啊 所以他肯定会使利润增加 那这个分路 他有没有可能 做一个相反的分路呢 不可能 你想一想 为什么 因为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它的产生 就是因为 我的非投资性房地产 转化为投资性房地产 我的供应价值 大于了账名价值 形成了一个带方差 我原来只可能 在带方出现吧 那么现在 我把它截转的时候 那只能从借房去截转 所以这笔分路 其他综合收益 只可能是在借房 它的方向 是没有这个相反分路的 这是采用 公允价值模式 来进行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 它的一个处置 我们来看一个例题啊 贾为一家房地产 开发的企业 2020年4月1号呢 贾企业与乙企业 签订了一个租赁协议 将其开发的一栋写字楼 出租给一企业使用 也就是说 我的开发产品 现在要做出租了 做投资性房地产呗 就说我的飞投 转投呗 那么租赁期开始日为 2020年的7月1号 那么这不就是我的转换日吗 在2020年的7月1号 这个写的楼呢 它的账面余额是 1亿2000万 1.21 那么公允价值呢 是1亿5000万 2020年12月31号 该项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呢 又发生了一个变动 12月31号的时候 是不是变了 变成了1亿6500 1亿6500 增加了 是不是啊 那么21年12月31号 该项投资性房地产呢 公允价值又升下了 又增加了吧 现在是1.8 1.85亿了 那么22年6月30号呢 租赁期满了 假公司呢 收回了 该项投资性房地产 并以呢 两个亿出售 这个款项呢 已经收入银行存款户了 假企业呢 对投资性房地产呢 采用公允价值模式 来进行后续计量 那么这个题呢 它就是一个 相对来说 比较综合一点的题目了 涉及到我们的这个转换 涉及到我们这个 持有的后续期间的一个计量 涉及到我们的这个出售 转折处置的一个问题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转换啊 首先我们要做的是 开发的这个产品 非投资性房地产 转换为投资性房地产 是不是啊 那如果是 公允价值模式来进行计量的话 是不是要以 公允价值作为它的一个 入账价值啊 公允价值是多少 7月1号是它的一个转换日 它的供允价值是15000 同时要把它的账面价值 给它截转掉吧 那么差额寄到哪里 差额是不是寄到 如果是借方 寄入的是 供允价值变动损益啊 如果是代方 是不是其他综合收益啊 好 那么先做第一笔分路 7月1号的时候呢 我们将这个存货 转换为投资性的房地产 借投资性房地产成本 那么1亿5000 贷 开发产品 这个是公允 是吧 这个是账面 那么形成了一个贷方差吧 那么贷方差 进入到其他综合收益 其他综合收益 好 那么其他综合收益 确认了之后 从7月1号开始 这个假企业 是不是后续 就应该以 公允价值模式 来计量这个投资性房地产啊 那么 公允价值模式 计量的这个投资性房地产 在持有期间 是要反映它 公允价值的一个变动吧 那么7月1号 它的公允价值是1亿5000 那么12月31号 是1亿6500 是不是增加了 这个1500万元的 这个公允价值啊 好 那么 在20年12月31号 就确认了 公允价值的一个变动 增加了 1500万 那么增加的时候 我肯定是借房 表示这个资产增加 所以借 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一个变动 那么代方呢 是公允价值变动的 一个损益啊 好 再往下看 在 在21年的12月31号 这个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 是不是又上升了2000 好 那么我们还要去继续反映 投资性房地产 公允价值的一个变动了 然后是到7月1号 开始卖了 是不是啊 那么在这个期间 它的公允价值变动了两次吧 都是增加了 所以一个1500 一个2000 一共变化了3500万 3500万 好 然后我们来看一下 当他 6月30号 租赁期满的时候 他收回了这项投资性房地产 并且呢 以 这个两亿元的价格出售 这个两亿元的价格出售 是不是要确认我们的其他 业务收入啊 同时要截赚它的成本呗 好 那么2022年6月呢 我出售 投资性房地产的时候 就要确认一个其他业务收入吧 借银行存款 代其他业务收入 那么同时是不是要截转我的成本啊 好 借其他业务成本 代投资性房地产成本 然后还有一个公允价值的一个变动吧 这两块构成了它的一个账面价值 那么这个其他业务成本就截转出去了 有没有做完 没有做完啊 那么如果是公允价值模式 计量的这种投资性房地产 我在处置的时候呢 我肯定要把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和其他综合收益 也一并截转走 是不是啊 所以借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为什么是在借方 因为我原来都是在代方的吧 那我要从借方反向去截转 那么一共是3500 充其他业务成本 还有呢 其他综合收益啊 我在存货啊 转换成投资性房地产的时候 是不是形成了一个其他综合收益啊 代方差 那么要从借方把它反向截转 那么也是3000 把它冲掉 一共加起来是6500 那通过这两步的一个截转 你会发现 其他业务成本 它本身呢 是18500 现在呢 我把它减掉了 一部分公允价值的一个变动 也就是说 我在持有期间 我公允价值变动 体现在我成本当中的 我把它减掉了 那么同时又把什么 又把其他综合收益这一块 给我带来的一个成本给减掉了 那大家想一想 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它是怎么产生的 我原来开发产品 我是有一个账面价值的 是不是啊 那我现在以公允价值 来进行计量的时候 我的这个差 其实就体现了 我投资性房地产 转换的时候 我公允价值大于的 我账面价值的一个差吧 那如果说 我其他这个业务成本 给冲掉的话 那就相当于 我把我的这个成本 还原到了 开发产品 我原来的一个账面价值吧 那么 我整个的一个收益 就相当于 用了我其他的业务收入 去减掉了我 真实的 原来的一个账面价值 把供允价值这一块 和其他综合收益 给我带来的 这个供允价值的一个差 供允大于账面的一个差 全部减掉了 那么这才是我真实的一个 截转的一个成本 这就是为什么 我们在出售 这个供允价值模式 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的时候呢 一定要把 供允价值变动损益 和其他综合收益 一并截转掉的一个原因 因为我们要去 还原 这个 这个投资性房地产 它真实原来的一个账面价值 好 以上呢 就是本章所有的内容了 那么我现在呢 对这个本章的内容呢 做一个简单的小节 投资性房地产这一章呢 主要讲了四块内容 第一大块 投资性房地产的特征与范围 第二大块 投资性房地产的确认和初始计量 第三大块 投资性房地产的后续计量 第四大块 投资性房地产的转换和处置 首先 第一大块 投资性房地产 特征与范围 那我们讲到呢 投资性房地产 它是为了赚取租金 或者是资本增值而持有的 或者是两者兼有持有的这个目的 而持有的这样的一些房地产 房呢 主要是一些建筑物 或者是购筑物 那么地呢 主要是土地使用权 我们是没有土地所有权的 那么它的特征呢 你要注意 那如果是出租的话 赚取租金一定是一种经营 经营性的租赁 不动产 那它的特征呢 还有一点就是 是盈利性的是吧 那比如说一些员工的宿舍呀 它就不是盈利性的 并且呢 它的目的呢 是赚取租金 那比如说企业自己持有 我经营的一些饭店啊 一些酒店啊 那它的目的呢 不是赚取租金或资本增值 那么也不是属于我们 投资性房地产的一个范围 那么具体的我们来看 投资性房地产的范围的时候呢 我们讲了三种类型的投资性房地产 分别是 已经出租的 这个建筑物 已出租的土地使用权 以及持有已被增值的土地使用权 有没有持有已被增值的房子啊 建筑物啊 没有 因为我们是不鼓励炒房行为 或者是不允许这个炒房行为的 所以它的范围只有三项 那么在学习了它的特征和范围以后呢 我们学习了投资性房地产的确认 和初始计量的这个问题啊 那么确认这里呢 我们主要讲解的是 投资性房地产 它确认的一个十点问题 那如果说我是一些要出租的啊 这个土地使用权 或者是一些出租的啊 这个建筑物的话 那么我的确认时点就应该是租赁期开始日 但是如果我是一些空置的建筑物 或者是再建的一些建筑物啊 那么我的目的是 未来要做投资性房地产的啊 只要我的这个董事会 或者是相关的权力机关 做出了一个决议啊 那么就可以作为我的一个确认日 那如果是我是持有以备增值啊 这样的一个土地使用权的话 那么我就应该将它停止自用 开始增值的一个日期 作为我的一个确认日 然后初始计量啊 比较简单 我们就不用去看了啊 和这个固定资产 是这个要求是差不多的 然后是投资性房地产 它的后续计量呢 我们讲到了主要有两种模式 来进行计量啊 成本模式和供应价值模式 那成本模式计量下的 这个投资性房地产呢 大家注意 它是和固定资产 和无形资产比较类似的 它要去提折旧 它要去摊销 它还要去提这个减值准备 那供应价值模式计量下的 这个投资性房地产呢 它是不折旧 不摊销 不减值的 那我只是体现我供应价值的一个变化 那么供应价值模式和成本模式 它们用的这个会计 这个科目是不一样的 比如说投资性房地产 成本模式下 我主要用的是投资性房地产 投资性房地产累计折旧 摊销 投资性房地产简值准备 我都是没有明细的二级科目的 那如果是以供应价值模式来进行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那我用的是投资性房地产成本 投资性房地产供应价值变动 所以它都是有一个二级科目在这里的 这是成本模式和供应价值模式 它后续计量的一个区别 那么我们重点学的呢 就是第四节 投资性房地产它转换的一个处置 转换处置的一个问题 那么转换 我们先学的是 投资性房地产内部成本模式和供应价值模式之间 它进行一个转换 那么成本模式 我们允许它可以转换到供应价值模式 但是供应价值模式呢 它是不允许再转回到成本模式的 那成本模式如果转换到供应价值模式 我们认为呢 它是一种会计政策的一个变更 是要进行追溯调整的 我需要去调整 以前期间的一些留存收益 那如果影响当期的 我也要去直接调整当期的供应价值变等损益 和其他业务成本 那转换里边呢 我们还讲到了非投资性房地产 和投资性房地产 它们俩之间的一个转换 那我们学习的第一种方式 非投资性房地产 转换成投资性房地产 如果是成本模式计量下的话 我是一一截转 没有余额 无缝衔接的 对不对 那么投资性房地产 转换成非投资性房地产 在成本模式下也是一样 一一对应 一一截转 那么唯一有一点区别呢 就是存货 那么在成本模式下 计量到投资性房地产 如果和存货之间 进行一个互相的截转的话 那我就不能一一对应了 但是我在截转的时候呢 也是以账面价值来进行截转的 只要涉及到成本模式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 我的截转都是没有差额的 都是通过账面价值的一个截转 那如果是公允价值模式 来进行计量的 投资性房地产和非投资性房地产 之间的一个转换呢 它就稍微有一点复杂 如果是投资性房地产 转换为非投资性的一个房地产 那我需要以公允价值 作为我新的非投资性房地产 的一个入账价值 那在转换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 会有一个差额 不管是借方差额 还是贷方差额 我都是记录到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的 如果是非投资性的房地产 转换成公允价值模式 计量的投资性房地产的话 我的入账金额 也是要以这个公允价值 作为我的入账金额 那么公允价值和账面价值 也会有差 如果是借方差的话 或是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如果是贷方差的话 是其他综合收益 那么我在处置的时候 你要注意 这个其他综合收益 也要一并结转走 那么最后一个问题 就是处置了 那么处置的话 大家要注意 不管你是成本模式 还是公允价值模式 来进行计量的 它都要怎么样呢 确认收入 收入进入到的是 其他业务收入 同时呢 我要截转这个投资性房地产的成本 那么截转的时候呢 成本模式和公允价值模式 它截转的这个账户 是不一样的 那成本模式呢 截转完这个成本就结束了 但是公允价值模式 它截转完成本之后呢 它并没有做完 它需要呢 将我持有期间 公允价值变动损益 和其他综合收益 一并把它截转走 那么才会真实的 反映我持有的这个成本啊 那么收益也会反映出来 那么这个就是整个的投资性房地产 它的一个内容 那么这一章整体上来看呢 难度不是特别大 只不过在转换的这个过程当中呢 大家容易忌惑 所以呢 大家可以呢 看我这个讲义当中的一些立体啊 那么根据这个立体呢 来理解我们转换的这个过程 理解的这个基础上来进行记忆 好 以上呢 就是本章所有的内容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观看